好我今天在把上禮拜105讲到12题 我今天一开始先把12题再做一次给大家看 一次做一次给大家看 所以苏科练习 Excel 那我们集中考就考到105 105就好了 好把这档打开 好我们看一下课本第四章20页第一题 第一题呢是一开始自设定范围名称 他说E2到E2在这里 E2到X2我就把这范围圈起来 我就不再多做解释了 直接做给大家看 E2到X2他说把它取一个范围名称叫做月份 对 月份 我就打月份指标打错了 我看一下有没有错 月份对 好按Enter 那这样子这里检查一下 这里就有一个月份的范围名称 如果这里不放心的话呢 这里再检查一下 名称管理员这里 看一下位置对不对 E2到X2对的 好这第一点 好设定储存有范围V3到D9 来我们再继续看 V3到D9 V3在这里 V3到D9他说每一个底下资料都要设定一个范围名称 用顶端列 这个叫顶端列 用顶端列当做 当做他的范围名称 所以就把V3到D9圈起来 D19 V3到D19 然后在公式 从选取范围名称 从选取范围建立 利用顶端列来建立范围名称 这样三个都建立起来了 刚刚月份 现在又做这三个 未完成合约 完工月数 没完工金额 这样这三个都做完了 好这是第一题 我们看第二题 这一题最难这个第二题 第二题大概会了之后 大概就差不多 第二题大概有点复杂 好他说在 一式储存格 一式是这个格子 一式储存格 以范围名称来 制作公式 他有规定 用范围名称 用刚刚所建立的 这些范围名称来做 他说以范围名称来制作公式 计算每月的金额 就是 他这个题目意思就这样 现在好多建案 荣华富贵 清水案 未完成合约 还有2450块 这单位可能是万 我们不管他 我们就看这个数字就好 然后 这个案子他在三个月完成 按照合约 三个月完成 每个月如果说完工的话 给他817块 对不对 所以原则上他就是看说 每个月 我们大概要给他多少钱 就是这里要算出 每月就6月 这个案子我要花多少钱给他 7月要花多少钱给他 8月要花多少钱给他 9月要花多少钱给他 就是把这个资料全部都算出来 他这个题目意思 原则上就是这样子 好先了解他的意思 好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 第二题的 底下第一点 他说如果完工月数 所以这个 第一点的这个条件 是跟我们讲说 如果完工的月数 跟月份相同的时候 要怎么发钱 发多少钱给他 那他有给我们公司 这公司非常复杂 不要理他 什么叫做完工的月数 跟月份相同 比如说这个 这个案子荣华富贵 他的完工月数 是还要三个月 所以三个月的时候呢 就代表他的完工月数 已经到了 那月份在这里 我们刚建立月份这个范围名称 就是说 这里是6月没错 因为他是从6月开始算 所以其实6月是第1个月 7月是第2个月 看这里 8月是第3个月 所以真正的他这个 低点讲的应该是指这个地方 有没有 因为他三个月完成嘛 第1个月第2个月第3个月 就看这里 所以呢 如果完工月数跟月份相等的时候呢 他要发的钱 底下有个公司 好长喔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按照那个公司去算的 那当然我们公司现在建立在这里 我们利用建立这个公司 这等一下复制到其他所有的嘛 那他这个既然有一个条件嘛 如果 如果就条件 如果完工月数 如果完工月数 我刚刚有没有按 开始录影 有喔 有了有了 吓我一跳 如果完工月数呢 等于月份相同的时候 所以呢我们用的函数叫if if这个函数 好if这个函数 Logical test 它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就是你的条件 你的条件 条件什么 条件就是说 如果我的完工月数 当然不能用点位置啦 因为他题目告诉我们说 全部都用什么 都用放个名称 所以完工月数 如果等于 等于我就打等于 等于月份 如果完工月数等于月份 我就看这个 条件 条件完工月数 有没有等于月份 有的话呢 Failure if true 就是这个 逻辑判断 这个条件得到结果为真 我要去做这件事情 放在这里 Failure if true 对不对 得到结果为真 好那得到结果为真 就是 这一点 他告诉我们的那个公式 就是要到底要 发每月金额 要发多少钱给他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是 美工 不是美工 美月完工金额 这个这个看课本 加上未完成合约 未完成合约 然后减掉完工月数 减掉完工月数 这里是 减掉完工月数 然后 乘以美月完工金额 就按乘 乘以美月完工金额 我再看一次 看不错 等于 公司把它对照一下 美月完工金额 美月完工金额 加上 未完成合约 减掉 这个地方 减掉 好 这里说最讨厌的地方 就这样 因为你按 那个键盘 上下左右键的时候 他就会跳位置 他就会跳位置 所以在此 没关系 我们再做一次 这就会这样 好 我看课本做了 完工月数 等于 月份 好 条件这样 然后呢 就会等于 美月完工金额 美月完工金额 加上 未完成合约 减掉 完工月数 乘以 美月完工金额 好 我不想再检查了 不然等一下又用错 不然就这个公式 那如果呢 完工月数不等于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先暂时的 因为他这个时候要 第二点 对不对 就第二点 就条件落到第二点 这边来了 暂时先给他打零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 这样公司 对不对 这样得到结果应该是零 如果说我们刚这个 计算得到结果 真的话应该是零 那我把公司网页复资 7月前面 发多少钱给他 零 那来到8月又要发钱了 要了 就一定会发钱给他了 如果是对的话 就应该会发钱给他 9月呢 也是零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样稍微check一下 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赶快还原 好来到这里 那为什么刚刚这里先打零呢 因为他底下还有第二点条件 如果完工月数 大于月份的时候 看课本 20月最下面那里 大于月份的时候 每月金额 等于每月完工金额 所以 这个地方不是零 而是还要再判断一下 做第二点条件的判断 所以我就把这个零删掉 直接自己来编辑公式 打if if 好 if打完之后呢 当然要立刻打什么 作用刮斧 好 第一个 Logical test 就是这个逻辑判断 那现在就第2点逻辑判断是什么 如果完工月数 如果完工月数 对 大于月份 大于月份 好 我们现在这个第1个 那个条件的判断是就是 完工月数有没有大于月份 如果有的话 我就多点 我应该要发给他钱 多少钱 每月完工金额 每月完工金额 非者的话呢 就真的不发钱给他的 就是零了 懂吗 所以这 这一串就是整个的公式 所以我上次来跟大家讲 你这个公式有没有可能背起来 不可能 你用像我这样推的 你才有办法推得起来 嘿 嗯 打在哪里 Focus 这样可以打啦 这一串可以自己打 本来就可以啊 对啊 但是字 字绝对不能打错一个字 因为打错一个字的话 他就判断 他就完全出不来 你只要打错一个字 或一个逗点 或一个什么的 对 对啊 你就打在这里 这里就是资料编辑列啊 这里跟这里是一样的啊 是一样的啊 所以打在这里 这样可以啊 但是一开始你如果要自己打的话 你要先按等于 等于代表要开始编辑公式 如果你要自己打的话 打 不是我是不建议用打的啦 对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是一样的啊 好所以呢这个这样子就OK了嘛 如果稍微要测试一下也没关系 你看一下这里 请问这个这个地方他去执行哪里 你看啊 第一个看这里哦 他完工月数有没有等月份 没有 对不对 是没有 没有的话是要做后门这件事情 好 做后门这件事情的话 他在看完工月数有没有大于月份 有 所以呢他是执行这里 所以这个817 是执行这里就得到结果 一定是的 所以其实这个 邏輯架构如果你看得懂 你就可以把它推出来 好 好那这样子 就做完哦 好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 真的最后的部分 因为议论上你不需要去 拉这个出来 我拉这个的话是为了要给大家 检查一下 我们只要做这个公式出来就好 那这个公式要复制到所有吧 所以我就点他 复制 然后呢从这个地方这样全部圈起来 对按键盘的什么 Enter 然后再做一次复制 对 复制到这一块 所以把换把这一块圈起来 好 然后再按Enter 有没有 这样全部都做完了 第二题就要到这里 就OK吗 好 那等下我们讲第三 我先把第二题评论一下好了 令辰新党 把D 改为A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题的A 我把3呢分两次 B跟C等一下再一起讲 好A呢他是未完成合约 B市到B20 他说这个地方 B市到B20 好到这里最下面 B20 他说未完成合约 以及 以及什么呢 以及呢 每月金额 这个地方 他说E4到Y20 所以我按住Ctrl键 交选不连续范围 按住Ctrl键 好 然后一直我拉到Y20 所以就是我把这些资料 就是等一下设定格式 这些资料都圈起来了 好 E4到B E20 以及呢 啊不 B4到 B20 跟E4一直到Y20 好 要进行格式设定 好 那他底下怎么讲呢 他说 使用自定格式来进行修改 所以我们首先来到储存格格式 储存格格式 底下 好 然后呢 要我们用自定格式 我们自定格式 那自定格式 他叫我们用哪一个 用紧资号斗点 紧资号紧资号0 紧资号斗点 紧资号紧资号0 是这个 他叫我们用这个来修改吧 提问他这么讲 这个紧资号我跟大家讲 他代表一个月数 这个0 一个位数 一个数值 一个数值 那这个0代表说 他等一下呢 要设定的是一个number 一个数值 好 那他这个你看 0也代表一个位数 所以他变成说 一个位数 两个位数 三个位数 就有一个斗点 他就变成什么呢 变成千分位表示法 就变成我们会计里面的 千分位表示法 所以每三个位数 一个斗点 他就变成这样一个格式了 然后显示结果为 XX斗点XXX 然后要加一个万字 然后字串跟数值之间 有一个半型的空格 所以我们现在 后面要加万字 而且要加一个空格 那我们就按一个空格 然后呢 打万字 我们就开始打字 他叫我们打万 我们就打万 那万要不要加上双引号 你要加双引号也没关系 因为万是一个字串 原则上他要加双引号 可是我们不加也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为什么 他会自动帮我们加 他会自动帮我们加 不信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万字 你要不要自己加双引号 都没有关系 你加了也可以 你不加也没关系 像我这样子 他会自动帮我们加 所以就变成说 他会把这个数值 用千分位表示法 你看他三位数有没有一个斗点 有没有 这三位数 一位数两位数三位数一个斗点 这千分位表示法 而且空一个格子之后呢 他会加什么 加万字 他会加万字 所以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再继续看题目 如果该储存格 有负数跟0的数值 则需使用储存格格式呢 进行隐藏 好来看一下 你现在这里有没有0 因为按照我们这个 刚刚在算那个公司的时候 我们知道像这个荣华富贵这个案子 他是完工月数三月份 三月份的时候呢 就到八月 就第三个月了 第四个月之后 从九月份之后 是不是全部都0 对不对 他说0的话呢 请你不要让他显示0 就那整个储存格要隐藏 不要显示任何东西 他的意思是这样 这样知道 好那这怎么做呢 很简单 当我们今天去设定储存格格式 我们只有做一个的时候 关于数值的 我们只有做一个的时候 他这一个代表说 你今天这个数值 这个数字是正数 是负数 是0 我都用相同的这个格式设定 用正数 用负数 用0 我都用相同的格式设定 可是其实我们常常在 尤其是会计 或是说什么的 常常我们今天在设定数值 它格式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希望负数 变成红色的 有没有 我们会不会希望这样 有时候我们会希望说 负数变成红色的 或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希望负数 加上一个瓜符 像会计常常好像 会把那个负的那个数字 它不是加负数 它会加瓜符 如果说有在从事会计的人 应该知道什么 余错啊 有没有等等之类的 所以有时候他会做这样一个格式设定 那个其实都在这边设定 都在储存的格式里面去做设定的 那他怎么去设定呢 我刚讲如果我今天只有设定一个 它就代表正数负数0 可是如果说我正数负数0 要个别设定要怎么设定 很简单 用什么可能分号 分开 分号 这样子呢 就代表这边 等一下是正数的格式 接下来这里呢 就代表负数的格式 然后我再一个分号 后面这里呢 就代表什么 0的格式 因为数值三例率嘛 正的负的跟0 不是正数 就负数 就是0 对不对 只有这三个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要个别去设定的时候呢 你就要这样做 就要这样做 你就把它变成一个正的 然后这边呢 这个不要空格啦 我只是要让他看清楚一点 所以呢 我就让他有空格 你有空格 有没有 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 也没有关系 他不是一定要有空格 就跟我们这边在用公式的时候 你这边比如斗点后面 你给他空格空格 空格五格六格七格 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 答案算出来还是对的 一定是对的 但是呢 他可以不用空格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不用空格 不需要空格 好 好 不需要空格 那不需要空格 我刚讲的哦 我今天如果要个别设定的时候 就我正数要个别设定 我负数要个别设定 我0要个别设定的时候 我就这样做 我就用Semicolon 用分号 这是分号不是斗点 用分号去把它分开 这样子我就可以个别设定了 可是呢 我现在已经告诉Israel 我要个别设定了 我加分号了 我告诉他我要个别设定了 可是呢 我就偏偏不设定 那这时候怎么办 Israel就错乱了 他就不显示了 所以呢 接下来如果你出现负值 你出现0 他就会不显示 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 就变成说 如果说你今天呢 出现的是负数 出现的是负数 或是0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显示 因为你明明用分号去分开了 你已经告诉他说 我的正数 我的负数 我的0 我要个别去设定 我要个别的去设定 可是呢 你却偏偏的不跟我讲要 什么叫偏偏的不跟他讲 我可不可以帮他设定 可以啊 比如说我帮他设定一下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没有打错 红色 如果说我今天 好 我打了 我告诉你说 0的地方请帮我显示红色 我刚是不是设定红色 对不对 0的地方请帮我显示红色 因为你看好 这个是正数 这个是负数 中间这也是负数 然后最后那个 那个分号的后面是 是0 所以0的时候 我打了一个颜色的一个 一个设定 这个中间 那个打红色之后啊 左要打中瓜符 这个是规定的 这个语法都有规定 就跟你们学英文 学日文一样 他都有语法的规定 好红色你看哦 我脸就真的变成 变成红色了 啊我如果不要 我如果不把它设定 我就把它删掉 所以呢 这边应该要设定的是 0的一个格式 可是我就不设定 那它怎么办 它就没有办法显示 它就被你隐藏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这样 它就隐藏了 听到没有 但不会复杂 但是还好 应该是还好 就是听我讲 应该还可以听得懂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三题的 B跟C 因为B跟C 其实就跟A差不多一样 而且比较简单 所以我就一起做了 好 B 它说完工月数 C4到C20 就这个地方 1到C20 它说这个地方呢 也要设定储存格格式 它说要请 请我们使用 自定格式0来进行修改 我刚刚有跟大家讲过 那个0代表什么意思 啊代表一个number 一个数值 代表说我们现在所 所选的这个储存格范围 它等一下里面要放的 资料内容是一个数值 一个数字 一个数字 就对 那个0代表一个数字 然后呢 它说用这个来进行修改 显示结果呢 那个数字后面呢 要控一个格子 之后呢 显示隔月 所以这个太简单了 我就控一个格子 好 那我打一下那个双银号 这个双银号 我不要打两个 两个单银号放在一起 那不一样了 然后要打隔月 我刚刚有讲了 其实这个你不打也没关系 隔月 隔月 好 我没有打错字 隔月 对吧 所以它就会显示 来三个月这样 那这个地方到底差别在哪里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这个储存格 它真正储存的资料是什么 只有三 它没有在储存隔月 没有 这个隔月呢 是储存格格式 就好像说呢 好像我们今天 我们头发 用不同颜色的头发的时候 只是显示出来 它是不同头发颜色 红色头发 棕色头发 绿色头发这样 其实原则上 我们还是我们的头 对不对 它这个里面的数字还是三 那既然它里面的数字是三 请问你 这个格子可不可以做加减乘除 可不可以 可以 这格子里面 还是可以做加减乘除 因为它储存的数字只有三 那个隔月 不是它里面储存的东西 如果你在一个格子里面 你打三个月 那个格子可不可以做加减乘除 当然不行 因为它里面有文字 所以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比如说我在这边打三个月 跟我在这边打三个月 跟我在这边显示出三个月 你看起来是一样 它的格子都是出现三个月 当然现在因为格式不同 这个是粗黑大小不同 可是这个格子是可以做加减乘除运算 这个格子是不行的 因为它有文字哦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它差别是在这个地方 各位要了解它的差别 我们看C 每月完工金额 低市到低二十 每月完工金额 它说这个地方呢 后面呢 要出现的是千分位 它说叫我们用这一个 跟刚刚一样 就这一个 就是锦子要对连 锦子要锦子要连 进行修改 显示格式呢 后面要空一格 所以后面这个空一格 空一格之后呢 我要出现什么 万月 每个月多少钱呢 所以就打万 就打月 这好像是我的声音 万月这样 它就 每个月 817万 所以它单位真的是万 所以钱还蛮多 817万 好 这个是V跟C 3 所以我们第三题交完 还有这一题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题 第四题 第四题要教大家 加一个新观念叫 冻结窗格 冻结窗格 什么叫冻结窗格 来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今天资料 因为以色列在处理资料 资料量一般都很大 都非常大 那我们这边是放栏位名称 对不对 那常常我们现在看资料的时候 诶 到底下 它这个见案只有到 196而已 如果今天见案非常多的话 更大公司的话 你底下来的时候 我要问你说这是哪一个 栏位的资料 你知道吗 你看不出来 如果说今天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栏位能够冻结在 四窗的这个地方 往下拉的时候 你在看资料的时候 这个栏位名称不要动 不要动 还是保持在这个地方 这叫冻结窗格 就跟 它不是只有 列可以这样哦 栏也可以哦 比如说你看 我们现在这里 这里都放什么 荣华富贵 清水安台北大镇 对不对 那我想 我把它移过来 它资料量这么大 对不对 好我想请问你 这是哪一个见案的名称 这一列 这哪个见案名称 你知道吗 不知道啊 你一定要再把 诶 中华航空 猜错 所以呢 你一定要把它拉到 左边来才看得到 好那我要请请问 我如果把这个地方 也冻结在这个地方 冻结在A栏 就A栏把它冻结住 不要动 那我今天呢 移到底右边来的时候 对不对 我就可以看到了 中华航空啊 好这叫冻结窗格 好 了解它的观念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怎么做 怎么做 很简单 看题目 它就将四窗画面 至第三列 第一列第二列第三列开始 第三列开始显示 就是说 等一下 我们第一列第二列 都不要看到 所以呢 我先把第一列第二列 移上去 这样子的话 等一下都不会看到 然后呢 列一跟列二 不需要在四窗中显示 不可以使用隐藏 就是说 你不可以把一二 隐藏起来 隐藏起来 当然就看不到了 当然就看不到 可是它说 不可以用隐藏的 它还是要保留在你的四窗 只是说 等一下呢 它不要动 它不要看到 不是不要动 不要看到它 不要看到它 我们就利用卷肘 我先把它隐藏起来 因为等下 冻结窗格之后 这个地方就冻结在这里 你有办法看到一二列吗 不可能 就看不到 然后呢 将第三列 我看一下 题目我看到哪里去了 将第三列 A到D栏栏 第三列的A到D 这个地方呢 它说要锁定在四窗 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 等一下 我冻结窗格之后 冻结窗格之后 这个地方 以及这个地方 都不要动 其他的这个资料列都可以动 好 那么冻结窗格怎么做 你只要保留一个原则就好 点一个位置 等一下从这个位置 去执行冻结窗格之后 它的往上 跟往左 都不会动 就全部都冻结住 就你只要记得这个观念就好 就是说 我点这个位置 那等一下我执行冻结窗格 它的上面 所有的列 它的左边 所有的栏 都不会动 好 点它哦 冻结窗格在这里 检视 冻结窗格 执行冻结窗格 冻结窗格 好 你看一下 看是不是真的 往上 你看一下这个是都不会动 好 我把它往右 有没有 ABC是都不会动 所以呢 我只要点到那一个格子 去执行冻结窗格 就它的上面跟它的左边 都会冻结出 这样知道吗 好 这就冻结窗格 好 做完了 档案定存心档 就可以评分了 好 那我们全部交完咯 按817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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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可是你没有把一二列先隐藏 记得一二列 对 一二列要让它是 先看不到 就是你要从 呃 呃 按名的那一列 第三列开始看到 好 好 那我十分了 这没有